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夫人 就是这位水小姐 嗯 下去吧 你好 夫人 你好 水小姐 找石文忠有事吗 是这样的 夫人 昨天晚上呢 石文忠在我们如连馆 因为秦小姐打架 我们如连馆呢 有很多东西都锁坏了 哦 我知道了 是因为赔偿的事 夫人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 可是我们武馆弄得乱七八糟的 你放心吧 损坏了别人的东西 应该赔偿 不管是多少钱 我们秦家给赔 夫人 今好还是让石文忠去看看吧 这样对你我都公平 那好吧 石文忠 哎 夫人 石文忠 你陪水小姐到如连馆去一趟 看看都损坏了什么东西 咱们给他赔 咱们给他赔 有什么呀 不就是桌椅酒杯之类的吗 咱们损坏了人家的东西 必须给赔 这是我们秦家做人的规矩 去吧 哦 是 政府决定 近期挖掘潜领 所得财宝造福陕西人民 师父 再快点儿 师父 再快点儿 先生 到了 好 师父 路上辛苦了 梁玉 书 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漂亮了 爸 妈 你们快出来 我叔回来了 哥 天韵呢 你可回来了 哥 嫂子 我回来了 好 先屋里坐吧 走走 梁玉 都成了一个大姑娘了 十文忠 我要嫁人了 嫁人 嗯 嫁给谁啊 男人 那个男人是谁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们结婚以后 她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来找我 告诉你干吗 我收拾她呀 收拾她 你想怎么收拾她 把她的腿打断吗 你想让我守着废人过一辈子吗 那也得教训教训她 让她得对你好 徐小姐 你想什么呢 十文忠 你回去之后 怎么跟秦枫人说赔偿的事啊 差点把这事忘了 你还没叫我看那些损坏的东西 一个大洋 一个大洋 对 就一个大洋 现在就给我 哎呀 哥 你的引蛇出洞 却把我从日本给引回来了 当我在日本看到这条消息 我就想 可能是你犯糊涂了 又想 可能是真的要挖掘潜力了 哎呀 当下时局如此混乱 这个代妃与不挖 别的军法照样赶吧 所以我料理料理 便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是想助你一臂之力呀 蛇事演出来了 可惜的是 又叫她跑了 哥 怎么警察说 逮捕扣家的人的证据不足 哎 那什么样的证据 才能逮捕扣家的人呢 铁证 这扣家的人 总不能亲自对警察说 他们是盗墓贼吧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 你回来以后 还没跟你接风呢 哥 走 我得先去看看钱林呢 哎 你刚刚回来 先休息几天吧 哥 你还不了解我 不看到钱林 我这心里能踏实 能睡得着吗 走 一块大羊 嗯 水爱没再说啥 她说 她要嫁人了 嫁人 嫁给谁呀 没说 水爱一个跳舞的女人 能站出来为你打抱不平 真是好样了 打听打听 她什么时候出嫁 咱们给她备份厚礼 是 照这么说 梁玉非得嫁给一个戴飞宇 恐怕 也就这样了 啥时候结婚 戴飞宇告诉我说 她去武汉购买军火 回来就结婚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事情闹到这个步 已经没退路了 要不 我去跟大夫一谈谈 你一个文化人 和军阀有什么谈的 哥 自古以来 文化人碰见枪杆 的确没有用 可悲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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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夫人 小姐 十文忠 我让你打听水爱出嫁的事 你打听了吗 我 忘了 我这就去 听说二长队回来了 他和我爸去乾陵了 十文忠 这条板带真漂亮 哪来的 送的 谁送的 那还用问 肯定是朋友呗 这么好看的针线 一定是出自一个 贤惠女子的手吧 我在日本 做梦都想的乾陵呢 乾陵要多栽树 防止水土流失 陈远朗 你还记得 这乾陵有多高吧 哥 梁山横更于县北 为县内各山之阻脉 正南两峰对峙 北峰最高 海拔一千零四十七点九米 传说中 乾陵有许多宝物 不知道是真实家 哥 这事你咋还怀疑呢 你看看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千零 他的建造规模 你再想想 唐高宗李治时期 武则天时期 可是处在一个盛唐时期呀 可这地底下究竟有什么 谁也说不清楚 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文字记载 加以推测 有什么东西 只是在估计罢了 哥 你在想啥呢 我在想 有什么办法能够拿出 叩家就是盗墓贼的证据 只有这样 警察才能逮捕他们 绝不能允许 有这么多宝物 落在盗墓贼的手中 这可太难了 不难 做人也就没劲了 哥 话是这么说 可是怎样才能拿到 叩家是盗墓贼的证据呢 是 哥 你好像有主意了 铁月 你为啥回来呀 你 您是顾问哪 我 我想 咱们哥俩 演绎出苦肉计 正儿 白管家跟水爱已经说好了 妈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我不结婚 你说这水爱哪点比不上秦良玉啊 妈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了好吗 人家秦良玉 不要再提他了 今后肯定要不是他杀你 要不就是你杀他 水爱虽说对咱们家是忠心耿耿 言听计从 可是我不爱他呀 那我们不能出尔反尔啊 那好 我直接找他去 你咋说呀 就一句话 不爱他 正儿 寇家的男人 对女人 从不谈爱 妈知道 你想问 我爱不爱你父亲 妈 自从我知道咱们家的事情以后 就一直想着你这句话 留了几年羊 知道关心父母的情感了 自从我自己有了情感以后 偶尔会想起你和我父亲 年轻的夫妻老来的伴 老来的伴我懂 可这年轻的夫妻 如果没有情感的话 你这孩子真倔 是 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呀 自然会产生情感 好的女人 都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 妈 这辈子 我不想再娶女人了 我看这样 咱们哥俩因为分家 闹翻了脸 哥 咱俩好像左右手 没人会信的 那就说 你出国这几年 我在家 私囤了财产 轮头和家 你 讹老父 你说 我说 你自己先拒绝了 你自己拒绝了 自然的 我来 這可是個大寂寞 還得要細時商量商量 天雲啊 你要記住 這件事 只有你知 我知 天知地知 你想立體 如此的華麗 不是你所喜歡的吧 在我的想象之中 寇先生 請坐 寇先生 你的房间里装的应该都是书吧 石小姐 我今天来找你 是要跟你说件事情 白管家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可他并不代表我 我明白了 你是不愿意跟我结婚对吧 石小姐 我并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 可是 寇先生 我早就对你父亲说过 寇家叫我死 我连眼睛都不会眨的 如果是没有你们寇家 我水爱早死了多少回了 何况自尊心呢 你愿意娶我 我就心甘情愿地做你的媳妇 你不愿意娶我 我照样跳舞 石小姐 谢谢你能够理解我的心情 其实我和梁玉 我 红尘滚滚了 你是说如连寡 世上的男女差不多吧 你和秦梁玉 也该算是红尘滚滚了吧 不 我和梁玉 不应该算是红尘 我们 寇先生 为了寇家 再好的比喻也要情断一绝的 水小姐 我感谢你对寇家的忠意 可是一旦你有了一种人 还是要嫁人的 你不能守着寇家 这一辈子不嫁吧 寇先生 你们想想 我能嫁人吗 你们家的一切我都清楚 你就不怕我说漏了嘴吗 再说了 我找的男人 也要经你们家同意吧 要不然 你们会不放心的 我想 即使刀架在你的脖子上 你也不会说出去的 其实女人不应该知道太多的秘密 你说说这个战争 她跟水爱说 她不同意这门婚事 真的糊涂 你这么好的女人 你哪儿找她去 你知道吗 秦天行的兄弟 秦天运回来了 我听说在日本学她是考古 就是 你说 她学考古为了啥呀 她 还不是为了挖母 考古专家 跟盗墓贼差不多 不同的是 咱们把宝贝全拿回家 他们是打着考古的幌子 照样投机摸狗 就三年前 从南京来的考古专家 姓 姓 姓孙 那到头来还不是把汉林的宝贝拉走的鸡马车吗 不过 不过 不管咋说 咱们可是又多了一个对手啊 哥 首先要让寇家知道我的本事 然后才有可能他们与我联手 好啊 好啊 明天 你就去唐国斋露一手嘛 但 他们不会把唐十八灵的文物拿出来的 哥 准确地说 应该是唐代二十位皇帝 其中昭帝河岭和碑帝温岭 分别建在河南掩施和山东河泽 怎么 你当我不知道啊 寇先生 这面铜镜是谁收的 嗯 是我家我大哥 这里 不应该有这个东西啊 先生 你什么意思 不怕毁了名声 听你说话的意思 是说它是赝品 我跟你说啊 这是唐古斋 我们这里边可全是唐朝的文物 秦先生你是 应该是个内行啊 你应该知道座位皇谷 始于宋代吧 啊 唐宋 元明经 这连穿开裆裤的小孩都应该知道的嘛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赝品之说 韩非子说灵 齐法鲁 锁禅顶 鲁以戚燕王 齐人曰燕也 鲁人曰真也 这先生真是好眼力啊 这陕西虽说是十三代古都宝地啊 但是要真想收不点真迹 还真是难遇上青年呢 二位先生 我是诚心诚意想收藏点东西 还望有什么好东西拿给我看看 秦先生 实话跟你说 我们店里的东西啊 你都看到 都在这摆着呢 可你说他们都是赝品 我们也没有办法 秦先生 你为什么叹气呀 你说我为什么叹气 愿闻其详 请赐教 唐古斋 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没有一件 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呀 告辞了 你说这个秦天运 那 那什么意思啊 他这是 也许想收藏 也许 暂时还闹不清他的意图 长兄 可不管怎么说 可不管怎么说 这个秦天运啊 确实在文物鉴别上 是个高手 咱们老购家要是有这样的人 话没错 可哪找这样高人呢 请问了 清管长好 施小姐 我夫人说如领馆的赔偿 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解决倒是解决了 只是我忘记算了一把损坏的椅子 那你去找石文忠 该算的都算清楚 天悦 咱们走 天悦 你看他干啥呀 哥 这是什么人呢 一言半语的跟你说不清楚 他是干啥的 竹林馆的老板娘 不过 他保了石文忠一条命 我也弄不明白 一个女流之辈 身上竟然有侠义之气 老板娘 老板娘 一把椅子 夫人 对不起 是我当时忘记了 多少钱 夫人 您还是请石文忠去修一下吧 石文忠又不是木匠 夫人 我知道您不在乎一把椅子的钱 可是我也不想让您多掏钱 您还是请石文忠去修一下吧 有修把椅子的时间 都可以买把椅子了 夫人 您知道 我这个人讲公平 上次石文忠打伤了代飞宇的胳膊 代飞宇要石文忠的命 是我让他一包还一包 这件事 你不会忘吧 那好吧 我去教室文忠 你稍等 啥 水哀哀 哥 你想啊 如果我整天泡在如莲馆 看水爱跳舞 整天的花天酒地 大把扔银子 你我还不闹个天翻地覆了 到那时候 咱俩再分家 不就顺理成章了 然后 我再想办法 怎么接近寇家 哥 这么好的主意 你不拍手叫好 还犹豫什么呀 天元 你还没有撑家 我担心坏了你名声 今后 砸取媳妇 哥 你说的 一个人老想退路 什么大事都干不上 你怎么会 把一盆脏水泼到你身上 可寇家万一不上钩呢 关键是我们做了 舍不到孩子 躺不住了 就这么定了 什么 那男的不要你了 是啊 不要我了 他不是刚说过要娶你的吗 为什么 那男的不要我了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他要是嫌你是跳舞的 那他应该早就知道啊 不要我了也好 我还可以照样天天跳舞 你想出嫁吗 没有女人不想出嫁的 那男的是谁 你告诉我 告诉你干啥 我去找他 问他为什么不娶你了 那男的要为你算老几呀 你凭啥找他呀 我算老几 我 我说我是你哥 我就说 我是你亲哥 这份量行吧 我哪儿冒出来你这个亲哥呀 你不愿意呀 可惜我没有啊 水小姐 水小姐 有亲哥叫妹妹 叫小姐的吗 你的意思 我叫你爱爱 不行不行 我哪能这么叫你呀 为什么我不可以呀 我愿意听 叫 叫呀 问忠哥 这是咱们两个的秘密 只有咱俩在一起的时候才可以叫 秦夫人要是问起椅子的事 我怎么说呀 你就告诉秦夫人 只赔了一个大洋 一把椅子一个大洋 哪儿那么贵的椅子呀 那 你看 这也不值一个大洋啊 五十个大洋你也买不到 五十个大洋 有五十个大洋我盖房子了 你看清楚了啊 这可是把红木的椅子 明朝的 你知不知道 传言这可是慈禧西桃到西安做过的椅子 可这是把好椅子呀 那你不会把椅子腿砸断吗 砸断 砸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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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呀 砸椅子呀 这把椅子这么贵 换一把吧 文中哥 这要是把椅子不值钱的话 那我去找秦家赔偿 那你妹子也未免太掉价了吧 那真咋呀 红木结实 要用劲啊 鸡蛋碰石头啊 你没见过鸡蛋碰石头啊 男人总爱在女人面前称英勇好哈 哎 你是妹子 有当哥的 在妹子面前 承当英勇好汉的吗 看着 行吗 哇你真厉害 看来秦家找你这个保镖 还真找对了 我不光是他们家的保镖 秦家 把我当自己家里人 啊 啊 文中哥 那 你得把这个椅子搬回去吧 要不赔了银子 总要有个失手吧 对啊 那是得扛回去 我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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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道我有多爱你 可惜 我是个盗墓贼 盗墓贼 全国人的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不 应该说是意料之中吧 难道说秦先生早就想来呢 秀色可参 如此精美的舞蹈 如此漂亮的水小姐 秦先生 你侄女秦良玉 为了逃避婚事来我这学跳舞 你大哥差点没去晕过去 现在又是你 难道说你就无判大哥 他管秦良玉 那是父亲教训女儿 他凭啥管我呀 长兄为父吗 为父也不能管我看你跳舞吧 我担心你大哥会打上门来的 他敢 开心你 那是谷睡 로 赵尼 一定是谷哭封 你可以拿着 但你得诚实地告诉我 为啥不爱我了 爱情和结婚是两码事 言不由衷 战争 你应该告诉我为啥不爱我了 也好让我死心 杨玉 你不要逼我 到底谁逼谁 战争 我为了你跳崖 我为了你和戴飞宇决斗 我为了你进入连馆 你不要再说了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那你更应该告诉我 你为啥不爱我了 才能让我死心呢 说话呀 说呀 我跟你说不清楚 孤真真 现在我的心 像快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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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秦先生破废了 值 太值了 明天我还来 秦先生 有的时候我还有别的客人 水小姐是 还要挣别的客人的银子 那好 这些日子我包厂 秦先生 你这是开玩笑吧 要么就是酒喝多了 我这包厂 可要花费不少银子的 花费 花费什么 银子是什么东西 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 饭 罢 不够你 中文字幕——YK